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6月18日 今天已經是星期二 早兩天 我們就報導了 一些香港酒樓的黑幕 繼續有市民投訴 就是去吃龍蝦的時候 被人騙情 通常這類 殼類海鮮 龍蝦 賴尿蝦 長腳蟹 等等 通常 酒樓都會採取一些騙情的方式 就是 磅的時候 就是那麼多 出來 就少了 又或者是縮了水 好了 最離譜的 在磅的過程中也會出鼓掛 大家知道了 在香港買鞋 那些繩 那些海草 很重 原來佔了一隻蟹 整隻蟹的 百分之三十 最離譜的那些 佔了一半 把水草剝掉之後 那隻蟹的重量只剩下一半 是不是 幸好水草還要濕水 還要更加重一點 即是好像那些阿婆 濕了水的紙皮下去賣 賣紙皮濕水 應該說 使得重量增加 結果濕了水的紙皮 其實 一打就難了 反而回收不是那麼好 回收箱只能夠壓低你的價錢 因為你們一定會濕水嘛 那些紙的質素一定會差嘛 這些 可以說是害人到自害 但是 酒樓也一樣 很多人就怪香港酒樓 你們這樣 搞法我們怎麼留在香港消費呀 偷偷拐騙 是不是 今天 繼續 跟大家 揭發這些古惑招 有市民投訴 他們 去一間連鎖的酒樓 吃東西 發現 龍蝦 好像不是很妥當 當晚他們就去到漁池 選龍蝦 他們經常選一隻 經常吃開的差不多大小的 誰知經理磅一磅 說龍蝦就兩斤十二兩 接近三斤 兩斤十二兩 事主以為看錯 然後回到家一看 他發現龍蝦的重量 跟平時吃的份量 明顯有差別 於是再次光顧酒樓 進行確認 這次他 發現店家 一直以兩個又厚又蒙的膠袋 包著電子磅的屏幕 這個時候 他發現 就算沒有東西磅上去 已經是六兩盤 即是 在那裏出述了 於是他當場就揭發酒家在慶重上面存在問題 經理最終重新設定了一個磅 才發現原本宣稱兩斤十兩 實際上 只有一斤十二兩 即是是騙一斤 事主 跟經理發生爭執 當場走人 這些手法 其實是最絕亂的 最卑劣的 純粹是騙情 這些是黑店來的 事主 即時 就跟朋友說 我們就要 唱衰這家店 他之前跟朋友聚會 亦都約過去這間酒樓的分店 好奇心驅使之下去查電子磅 發現問題一模一樣 他已經把這家店 列造黑店的黑名單 決定永不光顧 事主就經歷了這件事 放上社交平台討論 很多網民表示憤怒 說香港飲食業就是在這些不良的人士手上 以後也不要再去了 避之則吉 那麼大的集團 都要用這些騙騙騙騙的手法 亦都不少人 呼籲事主要當場 報海關 又要求相關部門進行調查 以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 究竟是否報海關呢 這些手法 其實 是最離譜的 你是明偷 其實是明搶 偷多少呢 實際上你的龍蝦可能收貴人家200-300元 其實酒樓賺就是賺這些 每間都是 有些 過份就賺到 擺到明 在 食物本身偷根厄梁 是一定有的 以往我們 去吃東西 吃奶尿蝦 記住奶尿蝦 一定是圓石上的 焦鹽 別切 免切 為甚麼 尤其是那些 大隻的奶尿蝦 你如果被他斬件上 中間一定會偷你一塊 他五隻偷一隻 就變成可以有砌另一隻出來 當然沒有頭 但是你不會數的 尤其是你一大碗的時候 你六個人 十個人出去吃10隻奶尿蝦的時候 一大盤上來 真的未必每個人都會數頭 有些人真的不會數頭 尾的嘛 所以 他們是用來砌的 抽數的 另外也有 乳豬 當然 乳豬你不能整隻上的 一定是他幫你切的啦 你不可能說 乳豬免切 燒鵝免切 完隻 是不可能的 你說燒鵝可以完隻上的 燒鵝怎麼可能完隻呢 一定要切的 但是 切的時候 他必偷 每個部位偷些 會不會偷了 雞腿 雞翼 雞腿 起碼偷你五分一隻 片薄些肉 然後 然後每個斧斬一點 斬一點 斬一點 再拿走 你整齊斬 也是縮了一點 刀工很厲害 你也不覺得 蕭美師傅就是這個價值的 大家明不明白 就是偷的嘛 你這樣哪有價值呢 斬叉燒有甚麼難度呢 為什麼蕭美師傅要那麼貴 因為會偷的嘛 五隻偷一隻 太過分了 銷鵝 通常 銷鵝魚豬 只可以接受到六隻或者七隻偷一隻 如果五隻偷一隻的話 那份量很少的 你說怎麼搞的 一隻雞 你請給我看看 太離譜了 他們 就會組成例牌 大家叫的例牌 其實通常都是偷回來的 當然 你說有時你會去 走席 不夠 因為 很多時候走席他們不敢預計那麼多 突然間有甚麼風吹草動 通常會有一位兩位 是給你六神合體吃的 為甚麼呢 這就是預送的 因為你剛才是燒豬 走席你不會有另一輪的客人嘛 你就是做一輪的嘛 通常預算是好的 如果萬一差一點 怎麼辦呢 可能會有隻燒焦 或者會有隻臭了 發臭 變壞 那麼他就被迫著了 偷 那些就不會偷得那麼離譜 可能是八隻偷一隻 因為他也會有一點底線 不會太過分 不如一隻一隻 當兩隻 當兩台上的 太過分 六隻七隻 偷一隻 那麼他 就會出現 來自 不同部位 形狀 顏色 不同的乳豬 燒鵝 燒雞 或者是油雞 油雞是很難的 油雞 因為始終不是做那麼多的 大家放心吧 白癡雞會多一點 最多是燒鵝 通常是偷的 你就會看到 所謂的六神合體 即是來自六隻 不同的燒鵝 六隻的乳豬 組成一隻 六神合體已經很過分了 你一看下去 很明顯 那隻豬 是來自不同的豬隻 其實我們都試過了 你會被送到真的很多吃飯 你真的有容易知道就是在酒樓 sistema 餐廳 菜館 酒是要把我們帶來得 Kristin 當然 你的生客才是可以 抬頗要向一 ourselves下手 你亦未見過你 都沒抬頭 熟客 一般可以 不敢 通常如果看到的情況 即時會罵 罵完的話 會換回一些東西出來 很多時候 這些都是 欺負 生手 新的 沒見過的 就不是 酒樓 主要這些就是他們下能 賺多了很多錢 靠這些 廚師為甚麼會這樣做呢 沒辦法了 老闆交代了 因為這個行內 是秘密來的 行內人 其實你是實知 所以有經驗的人 吃魚 就說 督眼 督眼是很噁心的嘛 通常是剪尾 他 一隻一條魚 你剪了一條尾 他不覺得 他用指甲鉗 把尾的一塊剪下來 收起來 結果上台的時候 你看檢查尾 如果是完整的 你麻煩了 因為曾經有傳出過 很久之前 有些公務員是官來的 去吃飯 去酒樓 不是每個人吃得氣的 結果用這個方法 酒家就上了一條魚 是完整的 結果當場反台 酒樓又要賠罪 差一點點和頭酒才可以擺平 那件事 這件事其實 傳到好行 傳到好行 是官員來的 自此之後 不是每個人都敢做 但是 通常 他認為 你欺負得下的 他就會做 是這樣的 做任何生意 很多時候 他們就靠這些下欄就可以賺多點錢 以前做酒樓是很好賺錢的 因為香港那時候 市道好嘛 但是 現在經濟那麼差那麼難做 其實 就要靠實力 還有靠老實 如果你再這樣做 那些人就走光了 現在香港雖然走光了很多人 還有幾百萬人 你們這樣的做法 只是將 本身有機會光顧你們的人 趕走 結果香港徹底死 好 繼續這一節 也是揭露了一些酒樓陰詩 明天 我們也會說一下 食品的酒樓衛生問題 這個問題更恐怖 我們有機會再跟大家說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6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去可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欣賞廣告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居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由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運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啦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